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GYLON的外门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台摔过 然后导致不触摸的一个iPhone X 然后这一台机器因为摔过了 然后我们是判断它肯定是有断线的 因为主板都有点弯 我们就寻找这一个不参与中层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接到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测量这个触摸座 测量到触摸座的24角 它的CPU到这里的同步信号是没有组织的 还有它的22角 它的3.5V也是没有组织的 然后基于它只虚焊了两个点 断线了两个点 然后我们就给出了解决方案 就是从它的背面的测试点 这一个背面的测试点 还有这一个点是它的3V 然后这一个背面的测试点 这一个是通向它的中层的连接座的 这一个S109 然后再还有这一个3.5V是通向它的中层的S111角 然后飞好线之后呢 我们就上好绿油 固定 然后之后就用测试架 用测试架来测试它的触摸功能 触摸功能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把上下层重新安装 安装完之后再测试 然后它的触摸就完美解决了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看更多的维修视频 请关注我们聚能 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